传说可长到万金,曾经的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巡没能进入新的一年,中国长江又一特有珍稀物种被宣布灭绝。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在线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透露,中国长江又一特有珍稀物种,长江白巡预计在2005年至2010年时已灭绝。 1月3日,记者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该论文通讯作者,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威其伟在受访时证实这一消息。 长江里唯一这样一个大型的巨型的物种,就是像山里面的老虎,它没有了,很直接的就是说,老虎的食物没有了。 所以这个长江问题是一样的,长江无鱼啊,这白巡吃鱼的,白巡是吃活鱼的,那这个鱼没有了,其他的东西,吃鱼,以鱼为生的这个物种肯定是没有了。 威其伟介绍,如果一个物种已没有自然繁殖,又过了该物种正常寿命期限,期间也没有发现任何个体,即认定该物种灭绝。 他透露,预估白巡寿命一般在30年左右,中国最后发现白巡自然繁殖是在20世纪90年代处,2003年至今,科研人员没有再发现过白巡,也没有其人工养殖个体存留,可以推断其以灭绝。 我们只要发现了鱿鱼,才知道它有没有自然繁殖,是吧,这样是我们可能是90年,或者91年发现最后的鱿鱼的,到现在为止是不是29年,30年,刚好30年,30岁,是吧,可能我们推算这个白巡的寿命和中华巡的可能会比较相似,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自然繁殖也是30年了。 威企伟说,保护鱼类物种最有效方法是繁殖,把种先保护下来,等自然条件合适以后再放回去,但是白巡没有机会。 一个是奇迹没有掌握,养不活,那么等到我们能够养活了,它已经晚了,已经没有个体了,所以我们采取一些生物技术,但是我们收集不到样本,我们做了有几十年了,一个样本都没有。 长江白巡是古鱼后裔,与恐龙同期,体型健硕,成年后可长达七八米,游素殉疾,所以也被称为水中老虎,主要摄食鱼类和虾类,被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距今一亿五千万年的终生代白鳄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古代鱼类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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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